在工作和生活中,我们偶尔会遇到一些十分傲慢和自负的人,这些人虽然嘴上说和你是朋友,日常生活中也一起来往,但实际上在他心里,其实还是看不起你,觉得自己才是最有能耐的那一个,你和别人都是他的陪衬,做什么事情都要让着他,把事情全交给你做,完全不在乎你的看法和意见。 而这些人在实际生活中通常会有这四种表现,我们一旦遇到了,最好及时远离,免得浪费时间和精力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古运学堂,在背后说你坏话,有些自以为是看不起别人的人。 虽然表面上和你相处的和和气气,讲什么都十分客气,但他在心里,其实是看不起你,你在说的同时,他就在心里吐槽,觉得你什么地方都有问题,却不肯当面和你说清楚,他会在等你走开后,和别人吐槽你,大肆宣扬你做事很没有能力,在职位上不懂得做事等等,有时甚至还会造谣你的私事,让别人对你产生不好的印象。 这些人在你背后和别人说你坏话时,往往都会不停地添油加醋,喜欢用别人的能力差,水平低来衬托自己的工作能力强。 于是能妥善处理,万一遇到两个人一起做的事情,就会把功劳全部包揽在自己身上,而把你描绘成只会惹麻烦的那一个,虽然听的人在一两次内并不会信,但时间久了,被说的次数多了,难免对其产生一点影响,这就导致了其他同事会对你形成不好的印象, 从而减少和你的来往,排斥你的分享,讽刺或忽略。 在人际关系中,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就是保持分享欲,当一个人不再愿意同你分享生活中的细碎琐事之时,就说明这个人正在疏远你。 无论哪种关系,只要长时间不交流不分享,感情就会随着时间慢慢流逝,最终归于末路。 关于分享,生活中还有一种关系的变质并不是对方不再同你分享,而是在你向对方分享自己所遇到的事情时,对方表现出心不在焉的状态。 如果一个人对你的分享毫无兴趣,有时候忽略有时候讽刺,这种行为就在明明白白地告诉你,有关于你的一切人家都排斥。 瞧不起你的人从内心深处就对你毫无兴趣,有关于你的一切自然不愿意多去了解,当然也不能否定有些人天生就洗净。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,可如果一个人能够正常对待别人的分享,而只对你的分享表现出特别的排斥,毫无悬念对方就是瞧不起你。 否定你的成果 一个人看不起你的时候,同样的也看不起你的成果,他们认为你是不配与他们相提并论的,哪怕是你的成果在要好,他们也不会去认真的看,相反的还会不断地否定,说出各种伤人的话,和这种人交朋友, 只会不断地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不自信,自己也会开始否定起自己来。小王本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,不管是对待朋友,还是对待工作,都喜欢付出真心,但是在进入了新的公司后,发现大家都是名校毕业,只有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211本科毕业,刚开始会有点不自信,但是后面他发现,好像这也没什么,公司看中的不是学历,而是能力。 但是,近期小组在一起讨论工作任务之时,一个海外留学回来的高材生,就一直不听取小王的意见,还不断地否定小王的成果,否定的理由,竟是小王一个普通学校的毕业生,什么也不懂,不配在工作中向他们提出意见。 这狠狠地打击到了小王,小王将事情和父亲讲后,父亲告诉他是因为别人看不起他的学历,让他不要理会,更加努力地工作就好。 确实是这样的,生活中不管是社会还是职场,不同阶级的差距都很大,高阶层的人往往就看不起比他们低的人,不仅仅这样,还看不起别人努力的成果。 议论或点评你的生活。生活被人关注并非全是好事,有的人关注是为了让你过得更好,所以经常指点,有的人关注则是生怕你过上好日子,于是总会指指点点。 看重你的人和瞧不起你的人都有可能特别关注你的生活,前者的情感是期盼,后者的目的是评判。 远离那些总对你的生活格外关心,并且打着都是为了你好的旗号对你的生活指手画脚的人,这些人所说的话或许滴水不漏,看起来确实像是为了你好,但其行为不能细批,只要细批就会发现他们只给出批评和建议,从不考虑是否可执行,关注不一定都是因为爱,还有可能是为了伤害。 远离那些对你特别关注的人,尤其是具有议论和点评毛病的人。 有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对你实行了冷嘲热讽的状况,那么这样的方式方法就是看不起你,如今这个社会,如果别人觉得你很有能耐,就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你,因为怕得罪你,他们也知道得罪你对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好处。 然而,对方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,是因为对方从来都不害怕你,甚至还有点挑衅,当你遇上这种人的时候,不要上去跟对方理论,因为这些都是无意义的事情,最好不要理对方,如果说你的权力比对方大,那么在这个时候,你就可以让对方尝到苦。 真正拿你当朋友的人是不会把你的话当耳蓬锋的,而是你说什么,他都会记在心里,如果一个人总是怠慢你,不把你的话当一回事,或者你在他心里压根就不重要,有个朋友,他对朋友很好,朋友的事就是他的事,可是朋友却不把他一回事,完全就是一副瞧不起你的样子,看不起你的人,你也不用理他,对于这种人不理睬就是了。 人与人的相处,如果满事算计,只会让人心身疲倦,没有坦诚相对的话,相处起来也是一种折磨。 人本应该是平等相处,真诚相对,一旦发现对方满腹算计,处处为难你的话,那请及时远离,不必要用热脸去贴冷屁股。 有人说,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,他现在混得不好,不代表将来就不好,你混得好,不一定你永远都这么好,世界一直在变,人生的起落沉浮,谁都无法预料。 所以说,生而为人,千万不要瞧不起一个人,因为一辈子还长,谁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。 与此同时,对于那些瞧不起自己的人,也要敬而远之,因为这些人从骨子里面就不是一个好人。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,只会让我们也变成像他们一样的人。 所以,在对待瞧不起我们的人,我们必须狠一点,不能被他们的言辞和行为所影响,我们应该坚定自己的理念和底线,展现出自己的专业素养与实力。 最重要的是,我们要保持自信和沉着冷静,不向他们低头,坚持与他们平等相处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真正地使人站稳自己的立场,获得更多的尊重和认可。